大家好 现在经济大环境下行 币圈也不甘寂寞 各种币价花花的跌 加上以太房的难度炸弹传闻已久 汤矿挖矿这里显示 也只剩下20到30多天了 像我前几期视频有提到过 可能真的到了拼电费的时候 如果汤矿不能挖了 还有什么币能够双挖呢 无独有偶除了汤 还有ALPH 这个币不知道怎么打算的 反正一直也没怎么抢过汤的风头 好像是在默默无闻的等待戒谈 本来这期视频并不打算出的 因为油管上已经有很多前辈们的教程视频了 不过群里有些朋友希望了解一下 而且相隔一段时间 很多方面还是有了变化 所以我再做个视频跟进 给大家理议 首先 在怎么挖这个币之前 先看看值不值得挖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看一下 看看理论上的数据 这个网站应该很多小伙伴们都经常看的 有双挖 单挖各种币的一些超频参数 先看一下3070泰这张显卡 也是我目前唯一的一张N卡 这里的0.1是你平常电费的价格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六毛五到七毛之间 电费价格不一样的小伙伴 可以调整一下这里 然后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两行 上面一行是你的收入 下面一行是减去电费之后的收入 我们就直接比较下利润 如果是单挖情况下 3070泰单挖以太房24小时的纯收入 大概是1.4美金 而汤双挖的纯收入是1.75美金 比单挖以太房增加了25%的收益 而ARPH双挖的纯收入是1.51美金 相对于单挖增加的收益 就是1.51减去1.4再除以1.4等于7.8% 所以相对于汤双挖缩水很多 这种情况下 我的3070泰就宁愿选择单挖了 再看看A卡的对比 以6700XT为例 ALPH双挖对比单挖收益增加12.5% 都不算理想的 如果电费再高一点 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不过这个网站的数据也是仅供参考 不少卡也有优化空间 可以再稍微提高一些利润率 第二点就是怎么刷挖了 我们先挑选下挖矿的工具 如果是HiveOS用户 可以在飞行表这里新创建一个 然后B的种类选择ALPH H 放置这里列出来非常多 一般常听说 就是英雄矿池和VP 然后看它会出来哪些挖矿软件 这里出来的就很少了 就三个 这个SRP Miner都没听过 BZ Miner印象中是官方发布的挖矿工具 好吧 弄那么多矿池 然后能用的工具却没几个 我们先从Github上下载一个T-Rex 选择最新版就可以 以太解锁百分百 也支持ALPH双挖 下载解压锁之后 我们按理编辑一下 对应双挖的P处理文件 保险一点可以先复制个副本 因为有时候如果编辑后运行不通的话 可以跑一下原先的例子来测试下 这段语句分两端 前半段是以太防的 后半段是ALPH 这里填写ETH的矿池地址 这里填写ETH的钱包地址 -w后面就是ETH的矿工名 后面一段一样 把ALPH的矿池地址和钱包填上 我们打开英雄池的网站看一看 上面一大堆格子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下面这里我们选择下ALPH的矿池 英文叫Alefian 有点难念 进去之后右边就是矿池地址 国内一般选择香港的就可以 延时通常都比较低 然后钱包的地址 我们需要打开Gate芝麻开门的APP 选择钱包 然后点充值 在搜索矿中输入ALPH 这个就是你的钱包地址 都填正确后 矿工名不需要填了 因为跟ETH的矿工名默认是一样的 记得保存关闭 这样就可以正常跑了 因为ALPH是个核心币 所以核心是需要相对拉高的 跑一会我们再回到英雄池看下相关数据 这个矿池抽水费用是0.9% 每小时支付一次 欺负金额0.5个币 我们往下拉 在这里输入你的ALPH钱包地址 就会出来相关的数据 其实这个矿池的数据统计倒是挺丰富的 不过关键还是要看收入 好了本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更多的关于ALPH收益和优化的视频 我希望等到探关闭挖矿后 看看实际情况再说 毕竟现在做的再多测试 到几周后可能也是误导 倒不如后面再做具体分析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